日本學校 剛剛來到日本學校 因為我在2019年的暑假 考完N3後就過來留學 當時在書面上是N3水平 不過因為沒有實戰經驗 所以當時會話能力是很水平的 我剛剛來到12月的校試 應該說是JLPT 就去考了 我都直接考到N2 到下一季的JLPT考試 因為新年問題雖然被取消了 但在同年12月也過了N1 所以相當順利 至於STPJ的最高級 我都不太有印象 但當時經過這個 一邊上課 又想上下一個過程 等於老師有一天說 要去考這個試 之後就考了 不知不過就直接合格做 在剛剛來到日本留學的時候 說真的因為 始終本身是 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來住 又是因為日本和澳門的生活習慣 還有就是語言漲壁 這是很大的問題 一開始真的無法接應這個環境 但是 所以怎麼辦呢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向千太谷老師提問 無論是生學相關的問題 或是生活上的關係 他們都會用很快的速度回答我 然後給我適切的解決 幫我解決問題 說真的 在疫情裏面 在日本留學上 都有不少擔心的事情 例如因為疫情的關係 之後 大學考試基本上都取消了 然後因為這個疫情的原因 學校變成一個網課 所以大學都擔心會不會影響 那些學習進度 但是最後這個 學校也很好地為了學生對策 然後政府也做了一些對策 對疫情 所以最後都平安心地到過了 我覺得在千太谷日本學校裡面特別 這個上日文課的時候 特別有趣的地方就是 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 除了這個本身的教學內容之外 都會講一些關於日本的鬥子 就是跟我們講的 然後就令到我們可以知道 日本人的他們當地的文化 生活習慣是怎樣的 之後都從而令到我們更加 這樣適應日本的生活環境 如果要我給你建議的話 果然都是 想你們再想一次 是不是真的上來日本留學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決心 就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日本留學 在來了之後 就真的發現了 其實這裡的這個 考大學的那個 那個困難 和那個殘留程度 其實都是比想像中的高很多 都是比 就是加上現在疫情的原因 就是很多學生在那裡 所以競爭都變得 史無前例的大 但是怎樣呢 如果你真的有決心 是決定要來日本留學的 那我相信 無論這個疫情怎麼變化 都應該都不會動搖到你 這份決心 所以就 如果真的決定了的話 我一來 是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應該會覺得我開心 可以 雖然說 你不可以按照原定的時間 留學是一件很難受 和很麻煩的事 但我相信 你只要有這份 決心和對留學的熱情的話 嗯 最後一定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算到時候去到前面 可以 嗯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